今天来做枣泥核桃糕 我用的是这种大的红枣和纸皮核桃 先来包出100克的核桃仁 这种是熟的,不需要炒制 用不粘锅,开小火 将洗好的芝麻倒入锅里 小火慢慢的炒 炒熟,放到核桃仁的碗中 准备红枣,先将红枣的核去掉 改刀,切成小条 再剁成小方块 放到一个干净的锅里 加入清水200克 大火烧开,转小火,煮10分钟 将煮熟的枣子打成枣泥 将枣泥放入不粘锅中 加入25克的玉米油 小火慢慢的炒 炒到这种不粘锅底的状态 加入110克的麦芽糖 继续耐心的翻炒 继续耐心的翻炒 直到再一次的不粘锅底 倒入准备好的核桃仁和芝麻 搅拌均匀 放到一个方形的容器中 用压板压实 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 2个小时以后 将做好的枣泥糕移到案板上 用刀切成你想要的形状 健康小吃 枣泥核桃糕 做好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